這邊的羊肉真的是完全沒有心 很多朋友一聞到羊肉 他就不敢吃了 可是重點來的 就是很多人來這邊吃過以後 他就敢吃羊肉了 湯很輕 可是味道很濃郁 要吃起來 覺得不會越吃 覺得會胃這樣 湯頭真的是一棒的 所以我比這人要來才吃 它本身你不用穿上很久 就是粉嫩粉嫩的時候 吃的時候是超甜的 我甚至覺得比那種 台南的那個牛肉湯海田 夏天還沒有正式報導 日夜溫差大這天氣 難免是忽冷忽熱 這一家全台中最老的 岡山羊肉爐 生意沒到傍晚 依舊開始熱絡起來 第一代老闆和老闆娘 當年是為了要償還 家裡欠下的龐大債務 工作幾乎是沒日沒夜 唯一的兒子 從小也常常睡在 店門前的攤車櫃裡 醒來之後 父母忙碌的剪影 伴著無奈還有懊熱 曾經是他最不想回想的 童年印象 如今爸爸過世了 他也因為傳承了這好手藝 站上那澳熱的中心位置 而了解了那滴下的汗水裡 都是愛的成分 讓他對這鍋沸騰 更充滿了自信還有使命 他兩碗拿到分開裝 幾位 幾位 兩位 我 沒問題 沐川的台中街頭這一秒 夜色和城市燈火 才正準備溫熱日落後的巷弄 想不到速度還是輸給了 旅迷如跟前的陰暈灶頭 十二三度的日夜溫差 雖稱不上 肘穿皮奧舞穿沙 但這個時分 抱著帶皮羊肉爐 暖胃的到意外的多 再則點來幾盤蔥茂羊 麻油炒羊肉開胃的 更是年年不絕 這邊的羊肉真的是完全沒有 很多朋友一聞到羊肉 他就不敢吃了 可是重點來的 就是很多人來這邊吃過以後 他就敢吃羊肉了 湯很清 可是味道很濃郁 要吃起來 覺得不會越吃越胃了 湯頭真的是一直棒的 所以我比較濃郁 還才吃 它本身你不用穿那樣很久 就是粉嫩粉嫩的時候 吃的時候是超甜的 我甚至覺得比那種 台南的那個牛肉湯還甜 湯頭乾潤 藥材主要靠的是當歸 不過色香輕盈 卻醇厚有味 清燉全羊功不可沒 我們都是用羊骨頭 下去熬的 湯裡的羊肉老頭 有的偏愛全帶皮 也有專選帶皮帶骨的 另外除了火炒類噴香下飯 白切羊肉台面下用的是 又善於高湯滷過 再沾爸爸親手調製的 油醋醬畫龍點睛 這是部分冷凍屬下 都最擄獲人心 至於生羊肉片要算出甜度 和彈嫩兼具 那就不能靠機器代勞 刀工切法都得要堅持講究 對啊 而且那個厚度 也會有影響啊 沒有為什麼啊 因為那爸爸就是這樣叫我們的 我們就是要堅持下去啊 說起台中的第一攤 岡山羊肉爐 爸爸可能是最具指標性的代表 因為當年從影城起家開賣 甚至還不見識區街邊 有人賣羊肉湯 所以更別談羊肉爐了 因為以前早期 那裡的眷村農民 那種打仗過的那種老農民 他們都在養一養以後 就把它沙來做羊肉湯 然後還有鋼山羊肉爐這一個 商城裡的一碗小羊肉 四十多年前肉質帶點羊山 老台中人似乎不太能接受 招牌熄燈後 父親於是搬到夜市路口 令起爐灶 這回羊肉湯換湯不換藥 改成了羊肉爐 想不到起司回生了 那時候就... 因為那時候中華路 那邊是夜生活很多 特別是夜市就對了 夜市 每天的夜市都擺在那裡 簡直好像不夜省 對 到天亮四五點都 對 還記得那個年代 媽媽是從店裡的員工 做到當老闆娘的 所以正好見證了 鐵皮下的老店風華 一直到呂明如出生 生意也都還在浪潮尖端 父親卻迷上了大家了 最近在金山銀海 想當然 結局沒有一夕致富 而是賠盡家產 講到那個時候 我可能會 心裡會很難過 因為他就認識有那個主頭 有一些人來吃羊肉 就會抱什麼名牌 什麼會 對 那個是我們最艱苦的時候 對 就... 就那個店也沒了 然後又... 又很多債務 剛來的時候 也沒有員工啊 就只有我跟他啊 因為生意 經過兩年多了 客人都跑掉了 客人都跑掉了 對不對 然後還要再重新開始嘛 就我 只有我跟他 對 我常常就是打烊了 門放下來 我在後面洗碗 邊洗邊哭啊 儘管那個時候 店沒了 家沒了 兒子又還好小 陳芮花現在回頭去想 對先生其實也已經沒有怨對 她說或許那些年的丈夫 正因為成功來得太早太快 所以才一時迷失在花花世界 以前我們是傍晚才坐 我們一點半才開門 才備料啦 晚上以前我們是沒有時間制的 就是說客人 他不願意走 我們也不會趕他 就是到三四點 有時候還在 常常都五點多還沒睡啊 沖爆啦 麻油是比較多人點的 還有沙茶 是啊 跌倒了那又如何呢 起碼先生有他陪著 還能從頭再起 而呂明如從小 似乎也因為看懂父母 每天忙於做生意還債 所以自兩三歲起 幾乎就不醜不弄 累了 困了 更習慣直接就睡進 攤車內的下方抽屜裡 裡面很熱啊 超熱的 然後又很吵 其實也不好睡啊 睡得著嗎 其實睡不著很吵 那你都撐到幾點睡著了嗎 撐到媽媽帶我上樓 然後她在下樓工作 真的很晚啦 帶你上樓工作 一兩點左右 一兩點 所以我小時候才能吃到 對許多孩子來說 童年秘密基地 象徵的多半是新鮮有趣 但他的卻是無奈和預熱 穿插交集 記不得家裡的債務最終在哪一年還期 呂明如說只記得後來他長大了 爸爸的身體狀況也開始走下坡 直到五年前生病過世 老店的去留 甚至一度考驗著媽媽和自己 一時之間會很無助 不知道要怎麼辦 然後家裡還有緊急的問題 就要承擔家裡緊急的問題 因為爸爸在爸爸 至少還有他的想法 他會引導我 爸爸就好像一片天 就是忽然失去一片天的感覺 對啊 就是一種補助感吧 連要走也沒有教到我什麼 都沒有講 呂明如是家裡唯一的孩子 的確從小到大 爸爸的愛是希望他把書讀好 別再賣羊肉爐 也別走父母親所走過的辛苦路 但迷惘過後 漸漸的他也才清楚 原來店裡的一磚一瓦一燥爐 已經成為父親走後的精神依托 早也割捨不掉了 我在這邊 我在這家店 我大概已經吃了二十幾年油 好吃啊 料老闆有用心吧 他羊肉種類滿多的 就是草類的滿多的 然後最主要是他的肉不會有腥味 晚全夜裡 老店屋簷下 老味道依然風郁 呂明如明白 就算他即將又要迎來 好一段酷暑常下 但那又怎麼樣 如還在 店還在 那就像父親依舊同在 心自然也就踏實了